身为一个中国公民实在是太幸福了 小学游客本里富饶的西沙群岛 只有中国公民才可以去 而且去过的人不到1% 很幸运我们就在这其中 所以我今天给你们整理了一篇超全的西沙群岛游玩公愿 赶紧点赞收藏起来吧 那想要完整体验西沙群岛其实有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坐大型游轮 还有就是乘坐小型的帆船 游轮目前为止只有两艘 就是南海之梦和小龙岛号 那游轮载客量一般在500人左右 而且它的行程都是四天三晚 这个的价格呢在几千到两万多不等 价差主要就是差在房型上面了 其他都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你就看自己预算来选择就好了 但是大型游轮它的游乐设施会比较齐全一点 也会比小船更稳 房间的舒适度也会更高 这个就非常适合带小朋友或带爸妈 以休闲观光为止的朋友们 那另外一种方式呢 就是乘坐小型帆船 这个的优势就是可以定时线路 随走随停非常的自由 而帆船是分为两种 一种是单体帆船 还有一种是双体帆船 双体帆船会比较稳一点 而帆船会根据它的大小 载客量也不同 像我们这一次做的就是可以容纳食人 船长三位叫我们乘客七位 这样你就可以腰上一般朋友一起 那体验感就拉满了 我们这次的行程呢 是五天四晚 吃住都在船上 船上虽然不大 但是房间啊 厕所啊 淋浴厨房这些也都有 除了天气真的太热之外 其他都挺好的 而且海钓啊 扶琴啊 小艇舰游乐设施也都有 而且这一次我们还特地请了一位渔猎师 他会帮我们捕捞最新鲜的海域 真正实现了海鲜自由啊 目前西沙群岛可以登岛的 就是全富岛和银鱼岛 那如果是做游轮乘客呢 是可以在岛的附近换成小艇来登岛的 像银鱼岛上是有海鲜市场 然后派出所 还有盛起仪式 最重要的是 这里竟然有母鸡的信号 不得不是我们国家的基建做的可真好 唯一有一点遗憾 就是我们帆船乘客是不能登上银鱼岛的 就没有看到岛上耀眼的五星红星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来坐游轮去一次 另外传说中的西沙群岛 一半海水一半鱼 确实是真的 像我这种新手在西沙群岛都不可能打归的 而且我们在回程的时候 竟然还钓到了金鲜鱼哦 总之呢 听人说一万次也比不过 亲自去看一次 如果大家条件允许的话 有生之年一定要去一趟西沙群岛 最后给大家总结了一个西沙群岛游玩注意事项 记得截图保车哦